謝謝大家 這個位置可以坐 可以 今天也高起來到時候 因為跟總理 之前說失望有機會可以來分享 剛好今天對我蠻特別 因為我上禮拜從香港 正式搬回台北 接下來我們有很多很多的講座 就是等於說我在台灣的第一場 會對意義特別的重大 然後折腹對我來說 我也是最早期在台北的時候 參與創辦的其中一個 當時一群朋友 我還記得其實在某個餐廳 一些朋友談了這麼一個理念 說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某個朋友說可以像法國一樣提出一個 每週五我們談一個哲學 或者是說用學術來介入公共世界 OK 這是幾年前的事情 這幾年當然在台灣已經發展成 非常重要的一個 甚至一個品牌 從台北到東北到紐約 所以我直接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事情 這麼一個公共的論壇 其實講這個跟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有關係 就是我也希望在媒體 也把它變成一個公共的論壇 那今天也很特別是 我們想到這麼多的高中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中折腹的特色 還是政府今天這麼多高中生來 那我是很開心 因為都很希望跟高中生有機會 多互動 因為我覺得這個社會 尤其是我們媒體 對啦 OK 常常把 不過媒體 我想說是社會常把高中生當作 好像還不夠成熟 沒有在那些事實上那麼多成熟 可是我覺得高中生 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的 OK 我認識陳維廷的時候 陳維廷的高中生 他在現金社找我去演講 因為是08年 07年的時候 後來就跟陳維廷 當然沒想到 後來變成一個少女偶像 然後又 又做了很多 不知道結果的事情 OK 對 但是 今天想 大家都自我介紹 所以我也應該自我介紹 因為我現在有些朋友 可能不太認識我 我1991年進大學 1991年進大學 那麼在台大 當時參加了所謂的學運社團 然後我的學長 十周園學長在念國師班 在我們讀書會 現在是台中市長 然後 我 江老師 我 加龍是我 不管社團學長也是我系上學長 後來我們一直都這麼說 因為我也是可以政治學 當時參加這個 學運社團 台大陸的學運社團 因為 各位可能很難 比較難想像 那個是91年 91年的台灣是 台灣剛剛解嚴四年 OK 台灣好像 借過去的威權時期 已經崩解了 可是新的未來 還不那麼確定 如果你們 我不知道中學 課本會不會交 91年其實 國會還沒有改選 總統還沒有自選 甚至總統還沒有確定要直選 OK 我常跟香港朋友說 我們走過路一些很像 香港為了爭取 真普選 他們佔領中環 其實我們做了一樣的事情 就是在92年的時候 我們要爭取真普選 因為那個時候各位知道 以前總統是國民黨 會選出來的 那到了92年的時候 當時的國民黨 還是決定要採取 他們的委任直選 就是委託帶來選舉 那當然民進黨主張是 直接民選 所以為了這個事情呢 我們做了 我就跟香港一樣 就是說我們去佔領 我們的中環 就是台北車站 結果發動 就是佔領台北車站附近 想要癱瘓整個交通 不過我們在香港 撐那麼久 五天就被清場 那要說的是 那個時候也是一樣 很有意思是爭取 因為也是什麼小圈子 國民大會的選舉 希望爭取成全民的普選 是非常非常像的 也採取這個想要佔領 跟貪犯的方式 那這是我大學 大學的時候其實就是 在做很多那種 像各位一樣 參加各種的討論會 讀書會 那麼想要很很急切的 想要趕快了解 這個世界發展什麼事情 從政治的到電影到搖滾樂 有什麼經典文學 啊經典電影啊 都想去solo來看 就非常非常熱切 想要知道這個世界發展的事情 包括剛剛有朋友說到 喜歡60年代 因為那個時候參加學運 我也對整個學生運動很著迷 對於為什麼年輕會這樣的 有這樣的理想主義 去犧牲自己的青春 去追求更大的目標 不管是對於自由或者是尊嚴 所以對於台灣過去的歷史有興趣 也對於當然對美國 當時整個60年代 因為60年代是最關鍵的一個年代 或者最被大家談論的 民權運動啊 反戰運動啊 性解放運動 都在那個時代 甚至整個七年的另類文化運動 都在60年代 所以我自己也開始非常有興趣在那個時代 然後同時 因為我從小是個 有些朋友知道 我從小就搖滾樂迷 喜歡搖滾樂 然後 可是從來沒想過 當時沒想過 會寫跟音樂有關的事情 整個大學時代 就投入比較多 學術上跟搞學運 但後來我在研究60年代的時候 我上次提過 在60年代學運的時候 就發現 欸 原來在60年代的學運裡面 或者不要說學運 整個社會運動 黑的民權運動 你看音樂是這麼重要 可能你們還記得 今年3月是Oscar金像獎 有個頒獎 那個頒獎 還提到了 漁產運動 那是Oscar獲得最佳原創歌曲 Glory 那個戲就是關於 1960年代的黑的民權運動 在那個戲的這個原創的音樂 它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正直的 這個歌曲就是 讓大家 告訴大家 我們人來為自由 在奮鬥 在鬥爭 而那個鬥爭 在1960年代沒有停止到 現在美國的黑人還在繼續鬥爭下去 OK 你看到這個傳統 就是說音樂去複載 這個政治或者社會的理念 的重要性 OK 那後來我自己去 在台灣唸書 然後唸書的是 2006年去美國 去紐約念博士 政策學博士 後來沒有唸完 在唸的過程中開始寫文章 在報道上寫專欄 然後書書 包括剛剛那些朋友拿的這個 我這裡也有 很小 第一本書 談搖滾樂 跟社會運動的關係 當是出這個書的時候呢 其實我就覺得好像很嚴重 看搖滾樂 為什麼要談社會運動 就好像等一下我會談到 我做了一個雜誌 這個雜誌在香港 本來是個時尚雜誌 為什麼被我做成一個社會運動雜誌 OK 所以這個 可是 這個書當時本來 出來的時候不太看好 但後來沒想到 某個程度 好像浴世的一個時代 就是我自己覺得在08年之後 台灣整個青年社會運動反抗 跟獨立音樂的興起 有一個新的結合的趨勢 因為作品書開始被 一直有蠻多文討論的 所以今年因為 我覺得都是update 所以出了十周年版 那我08年之後回到台灣來 開始在媒體工作 有的時候工作 有的時候沒工作 沒工作的時候就是說 成為一個獨立作家 我自己更把自己當作一個寫作者 所以從寫 介紹台灣的獨立音樂 或者到政治 或者是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音樂、政治、社會運動 那麼包括我們也很關注 國際的事件 關注中國跟香港的問題 那麼2012年 2012年年底就是 接到一個奇怪的邀請 奇怪邀請我去香港 做號外雜誌的總編輯 那號外是我從小聽過的雜誌 可能大跟各位未必聽過 這個雜誌很有趣 它非常的老 可能全華人世界最老的雜誌之一 它是1976年創辦 1976年 而這個創辦 跟香港的本土歷史有很大的關係 就像台灣一樣 香港也是移民的城市 移民社會 OK 那麼到了 尤其1949年之後 大量的從中國的逃難出來的人 到了香港 那麼青年代呢 其實是戰後 在香港出生的第一批人 開始成長 你想想想看 1949年來 他們生出來的小孩 從1950年代出生 到青年代成為 第一批在香港出生 長大的年輕人 這個世代 那麼對這批人來說 他們開始有一種 慢慢把香港當作自己家的感覺 過去可能香港 就像過去 這個外城北地區台灣 可能只是個過難的 逃難的一個暫時的基地 那到了70年代 還要開始有這個 所謂的我城 的意思 香港作為自己的城市 有自己一個城市的 identity 那其實後來這個雜誌 就是當時的產物 它的英文名字叫 City Magazine City Magazine 就是說探討香港作為一個城市 它裡面發生了各種事情 新鮮有趣的事情 可能是一個新的好玩的店 可能是那個城市的政治 或者社會 反正那批人 其實非常非常厲害 他們也是讀 還有新馬克思主義 也關注這個 可能新的那種服裝 Lifestyle 很多 那是那批人 整個浩外雜誌 在70年代到80年代 就是吸引了香港 當時最前衛的新潮的一批 知識新年和文藝青年 所以到浩外在香港到現在 是無人不知無用不曉 非常非常重要跟傳奇的雜誌 它留意出來的人 那些人在香港幾乎都是 那個時代的精英 包括譬如說 華人最有名的美術指導 張淑貧 是浩外當時80年美術指導 OK 那麼他充滿了陳冠中 可能各位不過 他這兩年也是非常 出了很多重要的 政治預約的小說 慢慢的浩外就變了 這個字 我最近在香港 跟很多香港的朋友 分享的就是說 那個時候 在80年代 浩外在香港 非常多影響力 你們所知道的每一個大明星 都上過浩外後面 所有人 不可能有沒上過的人 張國隆 張淡玉 林青霞 全部都是浩外後面 所以浩外變成 一個很奇怪的雜誌 它是明星後面雜誌 可是它是在那種態度的 在那裡發生 尤其這明星當時剛知道 很多時候 那麼浩外是用很特別的方法 從它的這種外造型的製造 所以很多後面 非常非常經典的 但是內文 它還是一個比較強調 文化跟態度的 但是隨著這個時代 就是說 香港也慢慢越來越進入 消費主任商品的時代 所以九十代之後 浩外開始慢慢慢慢越來越 走向一個 好像一個比較一般性的 一個 所謂的生活消費雜誌 尤其在 我去之前 很多山本人會覺得說 浩外好像不太值得看 所以他們希望找我去 就是說 希望能不能重新去 點一把火 去做 去做浩外做成一個文化 跟那樣的雜誌 那我去做的時候 我在想說 我要怎麼做這個雜誌 第一個當然 你做一個雜誌 你有你自己個人的 一些興趣跟偏好 就是我自己長期關注的 這個文化跟這個社運 OK 那我把它帶進去 可是你也不能說 你要整個翻整個雜誌 因為這個雜誌 有它的傳統 社會對它的認識 所以我也會想說 那這個社會 需要是什麼東西 那我恰恰認為 這個社會現在需要的 香港社會 就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社會 結果等一下我會喊到 香港過去十年出現了很多 重要的變化 尤其是包括對政治上的 這種壓力 那麼整個社會 有一種焦慮的情緒 2012年10月 我去香港 2010月這個日子非常重要 是因為 就在一個月前 2012年的9月 香港進行了一個 所謂反對國民教育的 一個佔領政府總部的行動 從8月到9月初 佔領了10天 最多10萬人 那是香港這幾年來 最重要的一個事件 而且他們成功了 當時政府要推出一個 所謂的國民教育 那我今天臉書要看到 我覺得很好笑 臉書上有 什麼高中某一個新的版本 說國民黨是那個什麼 對不對 青年 什麼 執政的臉牆 所以當時那個國民教育 香港人最反對其中一句話 就是說 中國共產黨是個 無私 很偉大的 什麼 統治集團 這句話是大家的效果 我現在發現這個 果然兩黨一組同工之妙 一樣的無辭 OK 所以那個氣氛是說 不是一個戰鬥氣氛 因為那個反國教運動 沒有人想到有這麼多人出來 這麼多中產經濟服務出來 因為沒有一個中產經濟服務會希望 因為香港自己覺得 過去是滿開明 滿國際化的 結果你現在要一套教育是一個 洗腦的共產黨 不然是你說 共產黨是偉大政黨的教育 完全違背人類的嘗試 OK 所以這麼多人出來抗議 那這個我要說的是香港的氣氛 就等一下會談到很多這十年來他們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在這個雜誌 放進更多關於公共議題的討論 同時這不只是現在的香港 我覺得這也是號外原來的精神 我剛提到號外早期那一批人 他們是什麼都關心的 亂七八糟 會討論司馬自主理論 討論香港的前途 OK 尤其1984年 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確定香港要回歸中國 當時有很多討論說 香港該怎麼辦 香港該往哪裡走 所以當時早期的號外雜誌 是有很多這樣嚴肅的討論 但是也會告訴你 我剛提到那種吃喝玩樂 所以是混雜的一個雜誌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我現在 我想要抓到那個號外的氣氛 這果然後來算是成功 因為在兩年內 過去兩年 有非常多香港朋友跟我說 號外回來了 他們想要去台灣 那號外回來了 去找其那種銳進 心銳 一個犀利的精神 OK 那我跟具體來說 我有想做三個事情 一個是 希望做個文化跟思想 分享的雜誌 我覺得現在的 香港跟台灣 都沒有這樣的雜誌 OK 就是一個 討論 那天台灣思想跟文化議題的 當然有的是非常專業的 比如說台灣 年經濟版社有個思想雜誌 那是非常專業的 一個思想雜誌 可是一般的大眾刊物 其實沒有這樣的 這個是我覺得很可悲的事情 就是說 譬如說 譬如說我自己 過去長期看一些 美國的 或是你看英國的 其實一個基本上好的媒體 它應該是讓你去思考 它有 做一個interactive的層次 不管是它的報導 做深入報導 或是它的評論 是有那樣的思想層次 而不是 只是八卦語就不用說了 或者是只有 一些daily news的報導 它不去刺激你思考 我甚至自己最近發明一個 覺得 常常有陪我問我說 遙果的流行音樂 都不一樣 我覺得答案是一樣的 遙果的流行音樂 差別並不在於 音樂的形式 而是流行音樂 聽了就是很舒服 很開心 或者你聽了覺得有點憂傷 但遙果音樂 居然要讓你思考 遙果音樂 想要covote 去挑釁你 所以這個不是我說的 遙果音樂去挑釁 很多遙果音樂的人 會這樣說 但我發現這個跟我 做雜誌的理念 是一樣的 你要去covote 你要去刺激大家思考 這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 那當然每個雜誌 他處理的方式 在美學上 在介入的角度上面 因為等一下我會談說 就是畫畫有他自己的 我也希望回到他一個傳統 但是我要帶進的是這個精神 就是去刺激大家思考 這個社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你們不能夠 這個好像做這個雜誌 反而跟這個時代 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希望有思想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我就決定 希望每一期的封面故事 是一個大的 一個香港關鍵的文化議題 或者文化現象 那可以是關於音樂電影建築 也可以是社會立體 OK 第二個就是說 香港我覺得現在出現一個新的 我的說法是 香港現在處於一個死亡 跟重生的階段 死亡這個不是我說的 是2012年年初 每個電視劇裡面提到一個台詞 說The city is dying 這個台詞 反正英文說的 The city is dying 這個城市正在死亡 香港覺得說 這不是在說我們這個城市嗎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過去10年 香港覺得 主要是因為 所謂的衝破因素 或大陸化的因素 可是香港覺得 很多誤恨都在死亡 譬如說 從最表面的 就是說香港的城市的地景 很多的傳統的 像這樣的老店小店 慢慢小吃一個房租越來越貴 各位如果去監察 或者去銅鑼灣看 你看到是超級大品牌 OK 可能是超級的大金店 賣金店 滿街都是周大福那種金店 或是藥妝店 城市變得越來越單一的樣貌 OK 那這個是香港所面對的很可怕 當然這表情越來越嚴重 那大部分當然是因為大陸有錢的土豪 強大的消費力 主要土豪的關係 那這個甚至這個土豪消費在香港 在2012年我去年 引起了很多的矛盾 譬如說有一個牌子的DMG 各位知道高級的品牌 義大利品牌 當然是DMG 就是有香港人去門口拍照 那不准說 欸門口不要拍照 當然對於講普通話就可以拍照 所以這個事情 當然是2012年是很大的事件 就是香港的網民去包圍DMG 說你歧視香港人 至少是大陸人 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OK 死亡的除了 那我說最表面的那個城市的landscape之外 還有很多他們香港所謂的 核心價值 譬如說 自由 法治 多元 香港人很擔心他們的自由 包括出版自由 包括新聞自由 逐漸逐漸的縮減中 那過去兩三年的確很多很多人的這樣例子 包括比較著名的像 黎智英蘋果的受到暴力攻擊 民暴總面積被刺殺 OK 那麼我離開他外 也很多人放在這裡面說 是不是說要政績壓力 就是說好像又有影響力的人 被迫離開了 所以大家等一下再談 但我要說 背後他香港朋友的那些焦慮 對於香港正在消失的那個自由 那香港過去覺得說 雖然我沒有民主 但我起碼有這些 或者再舉個例子 我們都知道香港人都是叫連鎮公署 很出名 潘港去電影都知道 簡稱ICAC 這是原來香港最驕傲的東西 也是我們覺得好像在華人社會裡面 非常驕傲的事情 但是連鎮公署都出事情了 連鎮公署全任的最高的官員 也被說他花很多錢 買了高級的茅台 幹嘛 請大陸官員 而且是沒有報銷的 就是也出現做所謂腐敗的情況 那香港就崩潰了 連最可以信任的連鎮公署 當時連鎮公署特別設立 就是煩死敗的 也出現了問題 而且也是所謂的大陸化 請客請大陸官員 那還有什麼可以相信的 不過剛好我朋友到梁振英 梁振英上台 2012年上台 7月1日上台 就很多人開始覺得說 首先他是共產黨員 地下共產黨員 那麼他做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 他的很多的局處長 一級官員都出事情 所以 這一次的官員 最高官員也死亡了 一一的瓦解 那香港還剩什麼 所以是非常非常慘的 各位 你很想像那個整個城市 那種烏雲罩的那個氣氛 但是我要說的是 第一方面 不要被關 在過去十年 香港也之前很多新的東西 為什麼早說過去十年了 因為香港一個關鍵的事件 2003年 7月1號 當時他們起來反對香港政府 推出一個特別的法律 一個23條 就是說會影響 嚴重潛逾香港這種 嚴重跟表達自由的一個法律 那麼史無前例的 有50萬人走上街頭 而史無前例的政府 收回了一個法案 所以這個對香港是有 非常大的一種新的empowerment 一種負錢的作用 OK 那麼從這之後 就開始很多草根的民主運動 社會運動開始出現了 因為很多新的那種社會價值 開始出現了 譬如說 這種老屋的社區的保育運動 開始出現 香港開始越來越反思 現在過去那種 賺錢的價值 是他們在追求的 所以開始談所謂的 集體記憶 所以香港人過去的記憶 我們好好保持我們的歷史 這個台灣 我們可以講80年後 開始有這些東西 社區運動等等 那過去時 這個東西在香港開始浮現 老的房子要去保育下來 那麼還出現很多世界觀念 像什麼呢 雖然土地正義 他們這個是用台灣的名詞 有一個土地正聯盟 我們很多朋友都參與了 包括本土農業 這兩年談了很多 OK 甚至等一下我會談到 同志運動 就是這次新的價值 年輕的價值 過去香港的確像我們 科板中的印象 我們可以說那個價值 你可以說叫做中環價值 就是說中環代表 因為中環就是所有的 金融的中心嘛 就是 香港當中 香港就是用金融的 商業的城市 大概平平賺錢 就是台灣是80年代之前也是 我們是80年代之後 經過了本土化社會運動之後 才改變了過去那樣的價值 這個等一下可以分享 可是香港 如果這10年發生了這樣的變化 年輕年代開始挑戰 同時年輕年代站出來了 在2008年的時候 香港出現一個運動 叫做反對高鐵運動 這個高鐵是要建立 從香港到廣州的 為什麼要建立一個 因為全中國 過去10年 整個中國都要拼命建高速鐵路 因為中國要瘋狂的發展 要建立內部的這個基礎建設 瘋狂建立發展 所以香港政府就跟人民說 欸 中國現在建立高速鐵路 如果你不趕快 把我們這段連起來 香港就會被邊緣化了 香港就沒希望了 沒有競爭力了 各位是不是很熟悉啊 對不對 如果不簽這個 不做那個 我們就被邊緣化了 就沒有競爭力了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那可能年輕人說 我為什麼要追求 你的那種競爭力 我如果跟中國 用高速鐵路連結起來 拜討實在廣州的話 那香港會慢慢的 就消失在這個網絡中了 香港會慢慢的消失 會慢慢不見 香港自己的認同 不過我剛剛說的這個死亡問題 香港人非常重視 語言的問題 跟文字的問題 香港基本上的繁體 跟我們一樣 他們現在對於這個解體制 非常非常敏感 一樣 我們剛剛提到DMG 2012年有另外一個 著名的品牌 Honest Beat 一個法國的高級品牌 他開一個餐廳 餐廳過去只有英文的美女 那一年出現解體制的美女 香港人就瘋了 沒有 反體制就解體制 媽的 就只有中文回來吃嗎 這個真的是小事件 都變成一個大事件 都是報紙前面的事件 OK 這個非常非常高度敏感的一個事情 為什麼 這個 難道你只照顧大陸來 不知道我們等於香港人 大家談天的時候 香港都會看英文 OK 但是這還是一個 我要講的是這個敏感的問題 所以我要講那個 回到08年那個高速鐵路 一開始是反對那個 大家擔心那個 所謂中港的融合 會不會讓香港自己的這種 過去的認同 他們所珍惜的生活方式慢慢消失 後來又發現 原來這個高速鐵路 會經過一個村子 叫蔡元村 在新界元朗那邊 那可能大部分台灣朋友 可能很難想像 很難想像 香港其實有 還是有不少的農村 或者農地 OK 那這個時候很多年輕人的參與 尤其是一批新的年輕人 當時媒體他們叫80後 就是我們的七年級了 1980年以後出生的 如果大家原來想像的80後 都是那種 好像 你們丟不了壓力 自私的夢 就像我們的七年級 草莓族想像一樣 突然發現原來整個80後 站出來 很多年輕人站出來 而且採取了 他們當時也模仿熱身 就是用苦行的行動 想要做去投擲高鐵 所以這個 是會造成很大的震撼 就是年輕人的力量 同樣 這很巧 2008年在台灣我們也出現了野草莓運動 就是打破過去那個 主流社會 對於所謂草莓族的印象 那部分2008年 2009年的事情 有這個 反高鐵80後 很快到2012年 我剛剛提到 大家也知道 那個 反對國教的洗腦運動 是90後的中學生 14、15歲的中學生站出來 所以你們腰皮 你們更小 當時黃之鋒只有15歲 OK 所以很快 所以我的架構就是說 你看到這10年 有新的價值 新的力量 新的聲音 還有新的世代 80後 還沒死 90後 小朋友15歲就跑出來了 我的那些80後朋友 20、23歲 都覺得自己老了 OK 看到黃之鋒覺得自己老了 那我想做 我想要關注 或者想要支持 站在這一邊 就新力量這一邊 就包括文化力量 一些獨立的文化的工作者 OK 那第三個 就是說 立場是很清楚 那我去做香港 當然面對現在香港 香港這10年 也是一個香港本土主義 非常鮮盛的 各位可能也知道 包括香港人的認同 民調問他說 你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 這10年香港的認同 是強的非常高的 或者我剛剛提到 對香港本土歷史的重視 社區的故事 都是這10年出現 非常強烈的這樣一個情緒 那台灣當然是比較幸運 我們找得多 OK 那同時在那一年 我剛剛提到 也出現了一種 本土刮到一點屁股 就開始出現一種 所謂的 反對中國人的一種運動 在2016年出的時候 就恰恰是我去的那一年出 他們把這個 當時很多的所謂的 中國的 所謂雙飛孕婦 就是父母都不是香港人 叫雙飛 的孕婦 在香港 來生產 或者來利用幼稚園 或者來買奶粉 什麼什麼的這些 當時香港的我們 好像叫 蝗蟲 OK 所以要來掠奪香港的資源 那這個說法 在香港是有爭議的 因為韓 韓銀行羅口的歧視 OK 但是要說的是 反應那個情緒是 所以 可是我就想說 其實我個人的第一篇 我的第一篇主編的話 2012年10月 我就寫說 我是91年進大學 18歲 在我現場的過程中 我是外省人 最尊小孩 那麼我很清楚知道 本土主義的那個精神 我完全在我大學之後 支持台灣獨立 然後成為那個本土派 可是我也知道 本土不是封地 OK 我也覺得說 本土其實應該是對話 你不是去排斥另一個族群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我們要對抗的人 我們要排斥 不是整個中國 不距離整個中國 中國都很討厭 就是 我們反而要關注 中國內部的意義的 獨立的力量 中國內部很好的 獨立軍隊工作者 很棒的獨立書店 獨立音樂 對呀 或者很多同事 婦女權益 不同社會運動的 乃至民族運動的朋友 這是應該我們的對話 跟結合的對象 因為大家對抗 都是那個怪獸 他也壓迫中國 壓迫台灣 也壓迫香港 OK 所以我說 那我之後 並不是說我就 因為香港現在本土 我就不關注中國 反而每一次 我都會關注中國的議題 我覺得這個理解 是重要的 因為同情談本土 你只有在這樣的對話中 才能更豐富自己的本土 你知道不會推我什麼好 什麼不好 OK 我這樣會講比較具體的 這個是第一期 2013年1月 我主編的第一期 就是學民思潮做封面 OK 那我剛剛提到 學民思潮是高中生的團體 主要是為了反對 剛剛所謂的洗腦的國民教育 他們在2012年9月 領導全香港 推占領一個運動 各位他們是15歲16歲 其中有三個高中生在當時絕食 這可能是世界史上都少見的 高中生絕食 那所以我做這個 就是說 我對這個香港社會有幾個宣誓 第一個 號外要跟最關注 這批改變香港年輕人的力量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OK 而且要跟社會對話 我們把一些學運分子 放在號外的封面 可是這個在香港社會 當時就引起蠻大蠻大的一些 不能說爭議吧 蠻大的一些影響力 因為當然很多雜誌 新聞雜誌當然都會報道 學民思潮 可是以一個 被過度被視為 是一個比較 配上大蠻大的雜誌 這個比較特別的 而且剛剛粉絲有多封面 只有多封面就沒什麼意思了 我們裡面提供了很多 我剛剛提到的思想性的論述 包括社會學者 香港社會學者 李大樂 然後一些其他的評論人 重要的評論人 巴林或社裕的評論人 這些人 我也是糾纏的我 換個位子才會理我 OK 那同時也介紹了 我剛剛提到 我希望每一次封面故事 我們做四十頁五十頁 那麼都能夠是三分之二的香港 三分之一是關於台灣或者中國 所以2012年台灣到了 內鳥非常重要的版本 我們都在運動 黑盤維廷成為明星 那個時候開始 OK 但是在中國過去幾年 也有很多的 年輕人參與所謂的公益運動 當然他們很難參與所謂的社會運動 但是有時候 譬如說環境保育的 或者社群保育的 這個東西他們做的很多 很多高工生 那這個也是可能大家比較 不關注中國人 不太知道的 那我也希望介紹給大家看到 其實新的一代 整個世代我們就會發生改變 當然是全世界的現象 對不對 那一年之前 佔領華爾街到埃及 那有共同的 包括網路這些 有一個新的現象 全世界你看到這種新的價值 正在出現 新的年輕力量 這個是二月號 就是說我做的第二期 整個第二期 那這個香港 那時候引起更大的一些討論 那做的原因是因為我看到 我說香港正在新出現的東西 這是2013年的2月號 就是我是 那等於是我們是2012年的年底 開始策劃 那我在2012年年底做這個事情呢 因為2012年香港同志運動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黃耀明 歌手黃耀明公開出櫃 到年底 各位現在都很熟悉 何韻詩公開出櫃 受黃耀明影響 他是11月在香港同志遊行上 公開出櫃 還有另外一位照片上沒有出現 香港的議員 就是他們的立法會議員 第一次以公開談及身份參選 對台灣都還沒有 OK 那麼當年的那個 然後 那一屆的 就2012年年底 那次同志遊行 也是幾年來人數最多的 所以我覺得 我看到這個新的聲音 我希望你報導他 我也希望用我們雜誌力量去 整個去強化他的聲音 同志從做雜誌的角度 一些你總是要拍一些商業要考慮 就是說 黃耀明和韻是這兩個明星 在媒體都報導了無數次 也登很多封面 可是沒有人這樣登出來過 就是我找五個人一起來做 這是我們派五個人 因為封面 後來比較大 所以兩款封面 總共五個人拍一組 OK 有兩款 那麼其他三位 包括這位是劇場演員 也是公開同志的劇場演員 然後內文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內容 做了六十頁 OK 包括何韻詩 何韻詩自己會開玩笑說 我是他的伯樂 因為何韻詩自己唱歌 但是他沒有寫東西 那時候我找何韻詩寫 是因為他那個在遊行公開演講 我就講得非常的動人 我說我覺得你很棒 你可以寫一篇嗎 他一直說不要 他說不太熟悉 他其實不太習慣寫字 結果他現在變成一個 蘋果日報專欄作家 而且寫得非常 每一天都寫得非常好 真的非常非常好 OK 因為我在他寫蘋果之前 我早上寫過兩次 這是第一次 那我們回顧了不同的作家 回顧了香港 等於從七年八成代的 同志運動的文化 那麼也討論運動的困境 甚至想要 甚至我做得更readful一點 想要關注同志出去裡面的邊緣分子 因為我們當時也 有這個意思是說 這些是明星 你同志運動不是只有明星啊 這些美麗的男生女生 他們是帥 他們是美 那其他人邊緣 所以我們也做得多到同志的老人 那同時我剛剛提到 也做了中國跟香港 都做了很大的篇幅 中國的同志營展 中國的同志運動 那麼台灣 我們也寫了很多 跟台灣同志志祥熱線合作 寫了台灣也是四個十年的 台灣同志運動的發展 我們介紹台大最早一個同志的社團 OK等等 這個做得有點太大一點 OK 害我搞被超級 這個是後來主要檢討的 那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個 我拍照那天晚上 在攝影棚那天晚上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興奮 跟自己被自己感動 我覺得我們正在創造歷史 因為這個出來 我知道在社會會有 像是炸彈一樣 也會有人反對 因為當時在香港也有非常多 就是反對同志的基督教團體 出來提拚這些人 而且當時的政府在推出一個 關於性平等的諮詢法案 那個法案連推出的機會都沒有 比如說其實這個機會在香港 是非常爭議的 有意要推出這個法案都沒有 所以當時我覺得說我們出來 我們是挑釁的 會有人反對 會不會有人來罵號號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做這件事情 OK 那剛剛這集是我們賣的最好的 本來連公司都覺得說 我在公司高層也是很 就覺得啊 同志是小眾的 我說你別傻 我有信心就會賣得好 因為我知道 立合文學之前做同志都賣得很好 所以三月號馬上就轉變到不同議題 你很喜歡誰 張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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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個時候我們想做獨立音樂 當然一般我自己是喜歡音樂的 我們做了三個女生 我認為是三個很有不同的代表性的女生 張璇當時剛剛離開Sony 回到了獨立歌手的身份 中間這位叫盧凱彤 是香港的獨立音樂歌手 是一個Rising Star OK 那最右邊這位可能各位有 你們知道嗎 最右邊 陳寗 還只有一個知道嗎 沒有他真的知道 陳寗 陳寗 現在蠻紅的 OK 他當時沒有很少人知道他 他其實在台灣 他是香港人 但是大家在台灣發展 都在小唱片廳演出 他當時沒出的專輯 他到今年年初出的第一張專輯 iTunes第一名 首張大骨 那這個是我覺得我們有GaX 有大骨 那我覺得 我要推出我覺得 這是未來重要的聲音 那張璇當時 張璇是因為我剛才知道 還是有很多人喜歡他 而且他剛 我剛才提到他剛才是獨立歌手 所以把這三個女生放在一起 一間三個女生呢 都很關注社會 陳寗呢 是香港人 太陽畫的他都在現場 連從十九月那天 我都在現場畫到他 育小運動他也都在 那盧凱彤他也是 從來都是公開 就是對香港的政治 都是表示支持 包括太陽花的時候 盧凱彤作為香港歌手 都在網路上公開來支持 這些人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麼除了人物以外 我們內容也做了很多 我剛才提到 關於香港獨立音樂討論 介紹新的團體 還有香港的Live House的問題 這個人可能要多講 因為喜歡音樂的朋友 香港獨立音樂發展這幾年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現象 你這樣過去十年 基本上全球音樂產量都衰落 因為網路啊等等 早期跟第三 這個是不用質疑的事情 但是台灣我們看到 主任音樂也摔得很厲害 主任音樂基本上沒有想像力 基本上是死了 跟僵屍一樣的一群人 OK 你主任現在有什麼人 然後所有的明星好像猜疑 都覺得是十年前的 過去台灣在華人世界 這些號稱是比較人文精神的歌手 早熊的陳真 李東盛 黃書俊 過去十年各位所付任何一個嗎 沒有 在我看來 那可是我說 我們比較幸運的是說 在獨立音樂起來了 過去十年獨立音樂起來了 OK 從獨立音樂出來的這些歌手 張璇 陳其登 就不用說了 那其實這些 不是這些進入主流的人 在獨立音樂出來的 包括從台中出來的 吳志明 黃建 然後到很多 相信各位很多喜歡獨立音樂的朋友 影響力是越來越大 OK 因為很多機會 因為他們可能更能表達年輕的姓氏 當主流音樂不僅的時候 那香港 很有趣 香港的獨立音樂也衰亡 很厲害 很厲害 OK 基本上 香港的黃金時代也過去了 香港比台灣長 獨立音樂沒有起來 獨立音樂沒有起來 不是因為香港人比較差 完全不是 香港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創作者 獨立音樂創作者 但是他們沒有機會演出 因為香港幾乎沒有在靠 OK 但台北 台灣過去這十年 讓台北 以台北為止 Lightbox 可能翻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或者像戶外的大型 那個Native Festival 很重要 這些讓這些獨立音樂歌手 有機會去培養歌迷 去建立他們的這個社群 那香港沒有這樣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房子太貴 簡單說 就是那個所謂 因為香港所謂的地產霸權 是核心的問題 所以你幾乎沒有那麼多可能 像各位可能知道 最著名的例子 比較著名的例子 是香港的書店和二樓以上 一樓不可能 店庫都太貴了 不可能蓋書店了 那香港現在最活躍的一個 Lighthouse Hit Agenda 我建議你們香港一定要去 因為你進去 你會覺得 實在太酷了 它在一個工廠的 大廈的二樓裡面 所以你要 就像電影裡面那種 你要經過這個 一樓是修車廠 然後你要開那種鐵門 然後做那種大貨 提上去 在我地方 你覺得你會被人家謀殺 那種地方 然後打開 是一個Lighthouse OK 這個是他們的現實 是因為悲哀 那在那種廣場大廈裡面 聽說有幾百機會在裡面 有他們的那個 有他們的 band 店團的房子 店團的房子 就只能直居在那樣的地方 那當然這幾年 慢慢的也是因為 網路等等出現 好像開始 越來越活躍了 地方還是很少 但是一開始大大大 也是去打游擊賽 在不同的 包括街頭的啊 包括也有些商業演出 會找到一些獨立樂隊 所以是一個新生的力量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 後面故事來支持 而且我當時在主編的話 我還說 其實我個人 我這個可能都比較政治一點 我所有的文化藝品 大概都有一個政治的意涵在後面 所以我說 探討香港的音樂新浪潮 並不只是關於音樂 因為這些新音樂 都是要在僵化了主流體制之外 發出獨立的聲音 是要在低產大權怪獸 聚長下尋找游擊空間 他們的創作 都是關於捍衛自己的信念 也是關於這個社會 能夠有更多的意思的聲音 而這個不就政治你們香港 真要保衛的一個態度嗎 這些年輕人 永遠的聲音 你們聽到了嗎 Do you hear the people's singing 那我覺得 Do you hear the people's singing 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非常 在這個邁述下 非常重要的雙關語 不管是做音樂的 這些年輕人的歌聲 你們聽到嗎 或者我剛剛提到 整個社會年輕人 對於改革的要求 你們聽到了嗎 OK 那麼到了 這是三月 四月做了電影 到了五月的時候 香港開始討論的事情 就是占領中華那個事情 占領中華是 那一年出一個學者 叫戴耀廷 在報章寫這個文章 然後我們要來多的討論 那麼我就想說 作為一個文化雜誌 我們並不是一個新聞雜誌 我們要怎麼回應這個問題 我們就用話外的方式 來回應這個問題 當時五月我們是做了一個 整齊是做了一個 一個藝術專題 那麼我就想說 在裡面我們做了一個 小手冊 關於如何占領 OK 我們希望是先 比大家先過去思考 要怎麼占領 而且做比較搞笑的方式 第一天還是一個年出的方式 一個論述 給占領行動者 從華爾街到香港 找一個朋友寫了一篇 第二個是一個可愛的東西 是如何占領中華 中華應該是什麼樣子 譬如說 我們去找一個 他自己隨便想 這裡是辦演唱會 這裡辦什麼東西 就是發揮你的想像力 打開一個 一個好玩的占領工廠 應該是如何 OK 我們找了四個設計師 去設計占領應該有道具 我現在也看不懂 他設計什麼東西 其中一個 一個年輕人 是當時十八歲 是隨名思潮的美術設計師 林朗利 Ivan 這個應該反過來給大家看 另外一個設計師 就是說 設計占領的道具裝備 也是很好玩的 包括帶什麼東西啊 什麼什麼 還有 我們當時有先天之明 設計了雨傘 可是沒有設計 那個防吹熱帶 那個很厲害的口罩 應該沒有 應該很厲害的口罩 好 這好玩的 這就是我們請香港兩個最酷的獨立書店 給一個書單 佔領的思想準備 同時下一頁是那個 這裡沒有秀出來 是佔領的歌單 原找了香港兩個很重要的抗議人 一個是 一個音樂團 Malita Airport 他就主唱 他還給個歌單 佔領應該聽什麼歌單 這是一個小手冊 我覺得很酷 然後今天六月號 我們進一步在思考 關於中環的一個事情 佔領中環 到底中環是什麼東西 中環是屬於誰的 因為我剛剛提到 其實中環在傳統的想像裡面 是屬於一個權力資本的 權力跟資本的東西 可是有些朋友 沒去過香港 中環 中環就是各種的銀行 在那邊見到 而且是從過去的洋外國 到中資的銀行 你看到 然後過去有香港的立法會 所以它是一個政治跟金融的中心 就是過去大家對它想像 可是我們覺得說 其實中環部 應該只有如此 OK 我這個部有兩部分 其實很厲害 第一個是封面人物 就是誰的中環 同樣我剛剛提到 過去大家對中環的想像 都是權力跟資本的東西 所以中環 一般講的中環人 指的都是那些 在金融銀行上班的企業的人 但中環它其實有很多面向 是很豐富的 我們現在打開 對一個程式 對一個區域想像的可能性 所以誰的中環 我們嘗試做這樣的解讀 最右邊第二位 川西中環是我們 找一個傳統的代表 中環人員 但其實這個人 我們都比較奸詐 找了這個人叫蔡東豪 他是旗幟 先臨支持 佔領中環的一個企業人士 OK 那麼最右邊呢 是菲律賓 就是外公 對不起 遺公 然後 那麼 在香港各位知道 每周日的時候 就是這些菲律賓的幫傭 他們在周日就會去佔領中環 就坐在地上 經過他們自己的生活 因為那時候放假日 所以你去就會 對可能不熟悉 我覺得是 其實台灣也有 我們在台北車站 在什麼地方 他們就會在那邊 實力而做 OK 那我們就說 其他人早就佔領中環 而且我們覺得說 他們其實是非常重要 去打開香港過去對於公共空間 那種制度的想像 因為香港對於公共空間 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一個事情 OK 所以這群 菲律賓的移動 做了這個事情 那麼中間這個女性呢 不是太聰明 但是她是香港的一個 唯一工作者 因為中環其實都有她 藝術的歷史 但是現在中環很多藝郎 也有很多過去的 所以有波西米亞 或是在中環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中環其實有一個文藝的面向 那左邊第二位呢 當然是一個工人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月 剛好香港進行的 非常大的一個碼頭罷工 碼頭工人後來就去 中環的那個企業的總部 佔領了許多天 所以他們也在真的佔領中環 OK 那這個事情對香港來說 對香港的朋友來說 是不可相信的 話外這樣的雜誌 用了兩個工人在封面上 OK 但是我們也做一個處理 就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文化藝術答誌嘛 所以後來我 其實滿對過我們的設計 就是做成那種插足的方式 看起來比較可愛 比較舒服一點 有點一本答誌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 OK 那麼這內文的幾篇大的文章 從建築歷史到中環的設立歷史 到中環的藝術歷史 有香港人出現 有香港人出現 真的有香港人 OK 然後有不同的 雖然是香港中環的 也有很多的這個 菜市場 所以這個是想要重新去 解構 或者是重建 這個地方的歷史 這其中一個 那要 那這個是7月 剛剛6月 這是7月 7月要做兩個大題目 一個是封面故事 也是中國的藝衣藝術家艾衛衛 跟他的好朋友 中國非常注意的姚果人 的作囂詛咒 為什麼做這個 是因為艾衛衛 當時6月 剛出版他的第一張個人大碟 因為姚果專輯 在座都聽過艾衛衛嗎 OK 這兩天台灣也滿出名的 艾衛衛那個時候 剛剛被抓 被關了81天 被放出來 他做了兩個專輯 都在講他被 在中國的黑道裡面的電視 非常非常激烈 大量的出口 然後跟政治批判 那這個專輯 當然在中國不可能出版 那我們覺得 在中國不能出版 我們在香港 就要讓這個聲音發出來 所以我做這個封面故事 特別做這個比較搞笑的 因為他們都很願意去嘗試 這些搞笑的人 所以同樣的 我覺得 我剛剛提到做雜誌 你要投稿 你要甚至有GOT 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挑釁大家思考 這個事情 那面為日子 我訪問他 他很多這個經驗 可是我沒想說 我當時很久以前 我就一直想說 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我剛剛提到 各位可能還記得 我說03年7月時候 香港的大遊行 50萬的大遊行 OK 那麼到了 113年7月 是那個10周年 這10周年 就是我剛剛 跟各位介紹的 這10年裡面 香港出現了許多的變化 那我想要好好的討論 這10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做的第一個題目 各位看中間 就是香港造動了10年 10個關鍵字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專題 就是找了10個作者 寫10個關鍵字 包括我剛剛提到保育啊 社區保育啊 或者是農業啊 或者是新媒體啊 或者抗議啊 很多人覺得這10年 抗議香港的新文化 OK 這10個關鍵字 那面訪問了10個人物 譬如說 在關鍵字是一坦霸權 是這幾年 是前幾年很紅的一個字 OK 所以這個是香港 這10年 03年7月1號 到03年7月1號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新農業 就是做事東西 這個是後面 那10月11月的一個題目吧 就是說 街市就是菜市場的意思 在香港 我們台灣講菜市場 香港的市場 街市 這個商工市場 大家就在消失 變成大的超級市場 等等 所以我們希望 去檢討這樣一個現象 那這是另外一個題目 另外一個題目 對不起 這個拍得比較重 這個另外一個題目 它是香港另外一個很爭議的議題 叫新界東北 這新界東北 在香港新界東北地區 就是同樣 港港美區的朋友 比較難理解 它有大片的这种 不管你说农村或者是小市镇 有很多小工厂 包括老酱油工厂什么的 那政府在进行开发计划 政府会说 我们在香港人那么多 听过少 所以我们要开发这里做新市镇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同样附近 有三个大高的富球场 完全不动 所以具体当然很生气 你就是要开发计 把原来的人从连根拔起 放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你说听不过 但是其他的地都没有动 三个大的高的富球场 跟那个面积一样大 完全没有人动 那很显然 你这样去牺牲 那个落实者的利益 所以新英东北 到现在为止都还在抗争 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 当时我也想 怎么样做个杂志 去保卫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是做一个封面故事 也关于这个封面故事 这个是我写的主编的话 OK 同样的我都希望 我希望去写的就是说 不管是音乐或是新界东北 因为你不希望更多人关心嘛 所以我就强调说 它对大家的意义 而不是指个新界东北 那个地方具有的意义 所以我说面对 人有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 面对这个问题不只是东北 而是怎么香港 这几年来 或者由于地产霸群 或者由于中港流合 香港人所珍惜的生活方式 迅速被改变 社会被产存 农村被摧毁 老店逐渐消失 铜锣湾变得越来越陌生 香港难道从借来的地方 这是以前香港的 形容香港的概念 变成他的地方 而不是真正的我地 我地是个香港话 就是一方面它是我 各位可以理解是 我地我的地方吗 它反正广化 捏起来也是我们的意思 OK 那么人们对于未来 有没有机会发出这些声音去参与 那所以这个整个专题故事 就是保卫自己的生活 保卫自己的生活 那做的方式呢 也是我会参考 我会去思考画外方怎么做 所以我们有论识 但是有些 比如说有人物的profile OK 我们介绍几个当地的人物的故事 这些老店的人啊 人物的故事 我们做了比较多艺术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艺术间的朋友 在用艺术方式介入 包括拍照 包括画插符 所以这些方式我们都去呈现 那些讨论国外的例子 怎么样用艺术去思考 城乡之间的关系 同时我们跟那篇 一万只的文章 是我们台湾的周永峰 就是之前教工乐队 跟声祥长节奏的周永峰 跟中国的农村 关注农村艺术家艺名 做了一个对话 当成是失败之后 OK 这里面 这些周永峰跟欧名的对话 这个命名要骂的字 OK 不知道多晚会看完 但我觉得 有的时候你必须 愿意看出这么多的文字的文章 或者说应该说有的时候 只有这么多文章 才能表达清楚的时候 那我愿意在这个世界 这也是我刚刚提到另外一种概念 因为这是好的东西 他为那个时代留下记录 OK 那这个是比较文心的题目 这是去年做的 但做的也是有一套意义 就是说 这个是苏展的时候做的 7月的时候 各位知道香港 每年香港苏展 是非常非常大的香港事件 香港苏展的时候 超过百万人进去 那当然香港人会自嘲说 香港人只有在苏展上买书 平常都买书 所以苏店都活得非常肯定 我刚提到的 大部分的苏展都在二楼 或者七楼八楼 小小的一间 就是真的是非常肯定 比这个好办小 大部分苏展 比那个地方小 除非只有少数 大字整个的苏展 就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OK 所以我们那时候想做的题目 就是说 在苏展的时候 不要忘了 有很多的苏展 独立苏展 一直默默地经营着 默默地捍卫他们自己的位置 这个是我写的主编的话 题目里就要沉默地接受 每一个苏展 每一个苏展都是理想的国度 面对外来的 逼迫他们改变的巨大压力 他们沉默而坚定的固扯 和信仰的价值 进行或许不合十一个抵抗 同样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政治 我讲的是香港 对吧 然后这十年也是关于 整个香港正在做的事情 在进行谋动抵抗 别人要他做的某种改变 OK 那么一样我们介绍香港 三分之二篇幅介绍香港的书店 同样也介绍台湾中国书店 介绍台湾的红雅 还有当时刚开的三宇 以及刚开的台北的水流书店 因为想介绍比较特别的书店 给他们看一下 书店不同的可能性 因为我的文青事件很多 也很多很好的事件 但是我觉得像红雅跟水流事件 是比较特别的 谢谢 这个是去年十二月最后 勇约专题 像这种题目我就会思考 就是说有一半是 当然觉得文青会喜欢 可是我心里有点超过那个东西 我觉得台湾现在的问题 就是说文青杂志 只停留在比较表面的 就是介绍设计 或者去店面这个东西 那缺乏思考 所以我们在里面 我们有期待在纽约 我觉得现在比较酷的地方 但是我更想探讨的是 酷跟地产霸权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自己也是 在纽约五年 我清楚纽约的历史就是 纽约过去1950年代 都是更早之前 都是有很多最创新 最前卫的 从艺术 从音乐 从Bubb Ging跟Underground 到电影 无数的这种最有时间经线出现 但是它有趣的就是说 每次一有时间经线出现 这地方开始红了 然后地产就出现了 然后放置就跪了 一直要红下去就走了 对 可能将来东西去这里 好办法是一块带红了 会不会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 因为这艺术家是地产霸权 抗争的历史 所以在纽约就是 不断的在 这些艺术家人 不断的在迁徙 我们去讲关注这个问题 就是纽约为什么酷 它还酷吗 酷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它还是可以让 年轻的艺术家 创业工作的人 可以有发挥的工具 这个是 因为David Brant 十万亚违约的朋友知道 是乐团的Tokinghats的主唱 他刚好那个 在我做这一期的两个月 在英国卫报上 发了两篇文章 应该这一月开始 好像纽约 已经没有空间 给创业工作者 原来中产提及 都很难在这生活 更光年轻艺术家 音乐人演员 读者 作家既在小商店 一点一滴的 这个城市 曾经有了资源 将逐渐消失 OK 那我估计这样写 是让读者觉得 这不是我们搭配香港 或者 不知道台中外面 没有人家的问题 OK 特别当时 我是很 刚才很清楚 对香港主持人说话 而且不太有趣的是 这个作者竟然在文章里面 提到香港 他说 纽约不应该变成香港 或者杜拜 因为那些地方 只有博物馆 而没有文化 我看到这个 当然很震撼 那我相信 我也想让香港 看到人家怎么看你很多 所以我说 香港当然都是没有文化 我会觉得 不然我跟他说 在干嘛 我们就是在报道 香港各种新的文化力量 可是这个确实 人家提醒我们的事情 不要让这个城市 好像只重是硬体 庞大的东西 都忽略在草根的工作 那这个在香港 的确这几年 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所以香港有很大的一个 很大很大很大的 超级的计划 叫西九龙文化特区 这街上嘴的西边 有一块新的 全新开发的一个地区 里面要盖很多 高级的博物馆 OK 大的建筑 当时有很多城市 那这些博物馆 是不是可以帮到 本地的文化力量发展 这个计划还是在进行当中 这些建筑还没盖起来 但这个是设解箱 最重要的议题 就是西九文化特区 就是去年一月 我们做了一个文学专题 也是一样 香港要成立一个 新的叫文学馆 其实很讽刺的 这一群香港的作家 各位看到 就是香港最著名的 中生代的作家 冯启章 耀伟棠 潘伯林 就是几乎都四岁这一代 最多就作家 像我刚刚提到 今天跟上个话题相关 在西九文化特区 要成立的时候 这一群人就说 拜托 那我们各位在里面 做一个文学馆 香港文学馆 结果当然是失败了 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这群人 自己成立一个 叫香港文学生活馆 租了一个办公室 租了一个工作室 所以这个地方 叫香港文学生活馆 那个地方 只有这个空间的四分之一 那是香港文学生活馆 就是整个西九 那大的高地地方 给他们 他们自己租了一个 小公寓里面的小间 办文学的课程 OK 那么因为那个成立的时候 我们决定 做一个文学的封面 把这些香港对家 放到封面上 那个空间 是只有这里 十分之一 是香港文学馆 所以明天自己 成立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是里面的 也正同几张 最后是去年三月 我们再来做一次 关于独立音乐 这个乐队是香港 现在可能在独立乐队里面 最红的乐队 叫赤紫毛 好 OK 那么我们拍他们的时候 我自己蛮喜欢 我觉得拍得还蛮酷的 他们自己也蛮感激的 他说之前他们围上的封面 是香港本地的一个英文杂志 没有香港的法语杂志 跟过他们那方面 那可是他们其实已经年轻了 三百年轻人 都蛮熟悉的一个乐队 那当然会把他透光 也是一个想说 这个是比较back to original 就去年四月做的 一个导演专题 那封面三位 大家当然知道 当时 因为魏德社 是因为当时他去 在香港去推Cano 然后贾商科跟陈果 陈果导演 陈果导演当时的新电影 是那个 鸿飞 OK 那 贾商科是 当时电影是 天注定 那我做这三个 当时目的很清楚 就是说这三个导演 都在跟自己的土地对话 都很强烈的这个信念 跟社会的关系 跟土地对话 那内文我们做了十几个导演 反过是中岛才几个 中国也做了 中国这几年很重要 包括柔夜 包括白烈焰火的导演 OK 那么台湾也做了 比较多新的导演 这个是去年做的女人专题 这是二十个 二十个女人 就是 朋友们要找很好爱女人 因为好爱这个杂志的定位 它自己当这个 传统就是说 比较是一个创意文化的杂志 所以我们会找比较多不同的创意文化工作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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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其中三位就是我刚刚讲的 都是所谓土地建议联盟的 尤其这四位呢 都参加了 当年就是 对比上个月的 因为这是八月拍的嘛 那么在七月一号的时候 各位知道去年七月一号 香港进行了一个所谓公民康民寓演 也就是说 每年香港七都大游行 就是每年都有大游行 然后到晚上都回家 晚会完就回家 行李不一 那么当年因为要准备占领中环 所以当时的主办单位 这四位学联就决定要进行他们所谓公民康民 也就是说原来游行申请到十二点 他们希望到十二点之后继续下去 主办单位你就回家吧 因为主办单位是原来的团体 那我们学联 学联主要是这个全国大专学生的联合会 我们来接手继续主办晚会 而且宣布这是我们要对抗政府的法律 这四位当时都参与都在现场 那么那个当然他们那个十二点之后 直到第二天八点就被清场 有五百一十一个 五百一十一个被代理 这四五位里面三位 而且他们都会迷不来 现在都是偶像型 不同世代的 这个是去年十二月做的 也就是旅产运动之后做的 旅产运动之中做的 因为做的时候是十一月 旅产运动是九月底开始 那我就要思考那我们要怎么回应 理产运动 因为新闻报太多了 你说粤看可以怎么做呢 这是我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九月二十六花那天 崔璃那天我在现场 那天我遇到楊总理 OK 他在香港 我们那天刚好遇到他 然后这是我去拍的 这是崔璃发射的陷阱 那个时刻 所有的都往后退 可以看到游户泥漫 这个是跟你们一样 穿在高宫制服 晚上看到的 希望 左边那个是当时的主要口号 希望在于 人民改变始于抗争 当时在那很震撼 就是看起来 当中是看起来乖乖巧巧的 在那边 而且 一直站在那边 我们走过去 后来走回 还在那边 就在发射吹雷弹的前一个小时 遇到忠灵 这是一个晚上的 吹雷弹下午6点左右 OK 这一集我们做的 就是说 我们做的 首先我 请了两个人 写关于世代的问题 其中一个是玄冥思潮的 很活跃 很出名的一个女生 叫周婷 然后 风惠部分 四部分 第一个就是创意 乌托邦 就是比较讲现场的一些创意 因为各位知道 宜才明明两个月 有非常非常多的装置 艺术创作 创意 我每一次去都觉得很厉害 都好像一个生命一样长出来 每一集广场都不一样 都有新的海报在墙上 都有新的一些奇怪的 包括 一块小农地出来 在上面种东西等等的 那真的是这样的有机体一样 OK 那第一部分是我们介绍一些 香港重要的一些 这一年 跟这些东西有关 但是有比较突破性的人物 有文学家 有音乐人等等 还有词文学家 周宝忠 然后第三部分 那种五篇的论述 比较大型论述 这个不会有任何大致 这样做的 最后是今年一月 今年一月 那后面这个人物是香港的 就长毛 长毛是香港的偶像型的 不是偶像型的 是一个Iconic的物 OK 他是 香港政治圈里面 著名的一个主义 也是一个永远不停的抗争者 而且在他 他现在是立法会议员 当然在他说立法会议员之前的 十多年 二十多年来 就是一个抗争者 然后后来就选上议员 到现在未来是最充的一个 但是他其实也是 非常非常爱读书 跟听音乐的一个人 那我一直想把他做送面 那他那个后面出来 就也是引起了一些 哇哦 这样的声音 OK 很可惜 他本来是很有型的长头法 但去年又入狱 所以都要被监管 就是出狱就半年 这个是 所以这十多未来里面 我们讨论十个疫情 包括媒体 包括设计 包括本土农业 我这两个朋友 是在蔡元春结婚 刚在两个月前 我们做的公司 两个月前举行婚礼 所以我们以他们的故事 来切入农业 因为他们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各位如果还记得 就是80后的一群知识青年 他们参与反高铁的运动 把位蔡元春 他们是知识青年 但是却在运动之后 留在那个农生 一直到现在 就转做农丝了 但是本身这个朋友 他是 无数不超监视的 哲学和电影理论 我就觉得他喜欢他 我会看不太懂 真的我会看不太懂 就是非常非常理论的 但现在刘兹 每天在写关于 农丝的事情 很佩服的朋友 那最续是这一期 四月份 做张爱佳 当然新电影念念 OK 那么 除了张爱佳 之后我们内文做了四个 做了几个香港理论 这一次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们做香港老演员 曾江要请致林雪 慧英宏 各位未必都知道 很开始特别想说 就是说 因为 我在这个文章里面有写 因为去年其中一个演员 慧英宏小姐 她因为电影僵尸 或者香港金箱娘 最佳女配角 她说了一句话 我马上就哭了 她说 不要谢导演 因为现在香港女人 都没什么智慧 不知道什么意思呢 因为现在香港电影工业 过去十几个时间都北上 整个都北上去拍 所有大白眼 各位听过的 陈可欣啊 什么大白眼 都在中国拍片嘛 那本地演员越来越少机会 OK 所以她说 那当然反对来说 反过来说 这几年香港 很多年轻上也拍出 所谓 比较只有本土性格的电影 但年轻上也是很受欢迎 所以我刚才 这是新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就很想替这些 一直在撑着香港老演员 作为一个致敬 那这些演员 都是香港大家很喜欢的一些演员 包括吴孟达 大家最熟悉嘛 本来也想做吴孟达 但是没有约到 这个各位 我相信有些朋友 没有看过她 都知道她的名字 我以前其实也不知道 香港人都知道 她领寻 你看她演过 太多不同的角色了 OK 那这是 这是比较其他的 刚刚讲完了 大概的封印故事 那这里面讲 每一期 我们在最前面 都会有一整页 只做一个照片的故事 就是一个 What's happening 的一个东西 就是全世界 到香港本地的艺术啊 文化啊 一页做一个事件 OK 那每一期 介绍一支独立 最新的独立乐队 而且他最新的 我说 我跟BG说 不要那种已经很红的 像1976那种 等级都不用介绍 我要最新的 OK 可能这两年才出来了 那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些 feature story 那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些 每一期之后 后面部之外 都会有大概五篇 长篇的 这种所谓的生日报导 像feature story 那这个是台湾的 贾瑞忠做文字馆 我很喜欢定版面 那这个是一篇 长篇的报导 这些报导是我们公司 隔壁一家 食堂 它关闭了 光荣结业 无福无倩 青山流远 有缘再去 很可爱 所以就写他的故事 那这个是我们 跟你想推动的 就是关于国际的 一首报导 一首报导 当然不是号外界 自己写不可能 但是去中港台三地 找到真的有去那边的人写 那这是一个中国 你看香港的朋友 去写的爱情中文 我们还做过印尼的 拿下 可是很可惜 就是没有继续做 因为当然 有这样经验的 记者也很少 但是我一定觉得 希望有一首的 而且是 特别重视摄影 报导摄影的部分 来做这个 那这个是 我们跟香港20位合作的 就是介绍香港少数族裔 可能各位朋友 可能想到 香港有蛮多 就是特别南亚裔的 不管印度 或巴基斯坦的 他们就是 可能上一代就在香港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 一个印度人讲的 非常好的广东话 OK 但他们很多第二代 接下来一代 新一代 学中文还是挺困难的 所以做了一个 摄影的故事 跟他们合作 也做了一次 大神的故事 台南专题 OK 就去年 因为我去香港 我就觉得 我不能一开始做台湾嘛 这样很逊 你要让别人知道 你要懂香港 你要比香港更了解香港 所以我到了第二年 才做了一个台湾专题 那一年先选了台南 OK 台南做法 可是我也希望 我做的台南 不是一般看到的台南 所以我 很清楚 我们不做民宿跟咖啡店 OK 这时候他都会做的 但是我们想做的 特别是想给香港看的 想做几个 我做了分几篇 包括文学的台南 其实这个也没太特别 然后艺术台南 很多新的艺术中间 甚至介绍 那个 后避村的那个美术馆 OK 那还有几篇散文 包括米果 包括王浩一写的散文 因为 我觉得这种 慢生活的这个事情 因为香港这个快程式 有很大的刺激 就比较想要刺激他们思考 到底我们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这个事情 我当时去大漫 因为香港呢 非常哈台 现在应该是台中都很多香港的朋友 那可是我觉得哈台 不是说台湾有多好 当然台湾可能确实改变很多 而是我刚刚提到 我刚提到 种种香港这几年的焦虑 他们在那边可能看到一些东西 新的东西 包括独立小店这些 因为香港房子太贵了 那这个是去年底 我们做了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做了一个别册在这边 OK 那么 同样台湾现在没有书品 香港也没有 香港也没有 那一个伟大的国家 一个社会怎么会没有书品 这不是很悲哀的事情吗 然后 当然在之前纽约大家都知道 纽约有一个东西叫做 New York for New 或者在英国最重要叫做 London for New OK 都是非常重要的整个国家的 整个甚至一个英语系的 一个知识跟思想的平台 那我也觉得 我们一直没有这样做的话 你看到 可以这么说吧 我相信台湾的公共领域 就是思想非常薄弱的事情 因为公共领域思想薄弱 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的 包括媒体 包括政治的这些低迷 那所以从这角度来说 尤其是像现在 里面有这么多的公共沙龙 其实已经出现 但是我们搞媒体 是不是还没有在做这个事情 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尝试做这个事情 OK 而且我就是特别想做是比较深度一点点 我们做比较交流 所以第一期当然就 11月出版 叫Reading Occupation 阅读占领 跟占领 关来阅读东西 里面还有细细啊 一些的文章 第二期是何韻师做后面 谈 谈阅读 那也另外做了电影的一个专刊 这个是每个月认得吃的 OK 就是最新奇的赵德映 那当时我也觉得这个挑战就是 当然知道赵德映的当然相当少 但是我觉得他是非常值得期待 华兰诗 所以我们比较大胆地做了封面故事 OK 那讲 这是搞笑的 就是说 这个他在这有明星嘛 有看到这是钟楚红 你知道钟楚红吗 钟楚红是我少年时候的女生 发展在 你没听过陈姨奇 被称为是小板钟楚红吗 他在说他在说 这超美的 这个知道吗 躺在桌上的陈琦珍吗 不躺在衣柜里这一次 好 这陈琦珍是一种某一旗的封面 那简单来说 时间对比这样的有比较多 就是说 其实很多事情当时是有个想法 只是没有清楚 我也是最近上礼拜 离开香港 这两个礼拜 有非常多媒体访问 然后自己开始去思考一件事情 到底在哪里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OK 因为我去之前 绝对没有想到 在我走的时候 在香港 蛮多人会觉得可惜或者不舍 那当然是因为 我说这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 而是我刚刚同样也提到 就是因为香港自己觉得 少这个东西 那这两年 替他们打一个阵地 就是说 有一个文化的阵地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 这两年代我们 记录了香港发生的变化 尤其是新出来的那些力量 从独立乐到独立电影 像我刚刚也提到 每一集我们介绍一个独立导演 OK 这独立乐队 独立乐队 那么独立书店 到这些政治的事情 这个是我觉得 唯一骄傲的事情 说我激过这个时代的 美丽跟忧伤 而且我们邀请很多 在这两年 我邀请很多香港 特别是新生代的作者 评论者 文学作者 透过他们 其实我说老师 一起在思考香港该怎么办 因为香港现在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焦虑 甚至 灰爱 厚度才是这种时代 OK 所以 有这个机会 要激入这个时代 去替香港找到这个出入 若干年后 回头来看 这两年半的浩外 你会知道 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同样是 以前被浩外 视为类似的 所谓的 life guide 或时尚杂志 你回头来看 这些杂志 你可能不知道 香港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时代仿佛是真空的 OK 那这个是我觉得 我对于这个杂志的 两面跟信念 希望是记录 这个时代 而且去跟这个时代 做对话 而且用这个 我们 可能是属于这个杂志 找到它传统部分 那当然很多朋友说 那你走之后 慢慢会变回去 我说我真的 没办法知道 可是我想说的是 就是说 我离开香港 回到台湾 当然是我想回到 我的故乡做事 可是我觉得也不是 放弃香港 因为其实像那个时代 假设我在现在 以后我有机会 可能也会在台湾 假设参与另外的媒体工作的话 包括来这样的 折务讨论 其实都是把香港 一起带过来 让更多朋友知道 香港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可能今天 对某些朋友来说 可能里面打开 跟香港有些理解 或者兴趣 所以那个连结跟对话 我觉得会不断继续的 所以我跟香港朋友 其实离开真的不是真的离开 我觉得是另外一种人生 这个是我觉得 比较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几年的 的确在座企业 有些朋友去了香港 两边彼此的关心 不断在增加的 那我觉得回到台湾 也许另外一个角色 扮演不同的角色 当然这个角色 过去我们唯涛老师 都做得非常棒 所以现在是希望 以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做这样 那我先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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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巨大更精彩的 那个 那个 分享 那 我想 用我们时间也不要浪费 因为 9点 多了 那 等下我们先开放第一轮的 大家可以 有一些讨论 好吗 就是第一轮 看你有问题也好 或者说你有一些 对于香港的 尤其 这两年 在转变当中 这个香港 有什么样 可能你也有自己的见解 你可以提出来 做一些讨论 好 那 有没有 我们有要提 提问题的 好 这边一位 再两位 好不好 两好西 好 这边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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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那就先两位 好不好 没有 好 谢谢张姐师先生的分享 非常精彩 那 生活也良多 那我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您刚刚讲了 您在办这个浩外杂词中 这个 许多的故事 那我想问说 你在办这个杂词中 有所遇到什么困难 是不是 就是 呃 来自 各种不同 不然是 上面或是 其他地方的压力 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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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 就我自己的感觉是 香港跟台湾 这几年会越走越近是 就是有一个因素是 就是在一个 中国的大架构上面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避免 变成一个 像是他们的 就像香港他们会担心 自己变成 一般中国的 一台城市那样 就是 但是这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 必定已经就是 若是 呃 久期回归之后 或是说 现实的状况是如此 那 要怎么走出一条的自己 独特而不忍 这一点是 我觉得台湾跟香港是 有一样的处境 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另一个问题 我先回答前面一个问题 我们有什么遇到 你们直接压力 可能我们不太大的媒体 不像 因为可能 报纸对他们来说是 是北京想要直接控制的 比较多的 那对我们来说 可能相对也还好 因为还是有个 文化杂志的 吻中在这边 对 那当然内部会有些压力 这次我不知道有什么原因 公司还是会担心 啊 影响客户太政治了 就怕我不守得走了 OK 那 有个问题 有点难 不知道谁有这个答案 就是去当总统 找到我们自己的路 我觉得是困难的事情 当然我觉得台湾跟中国 台湾跟香港是一种大不一样 我们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香港真的是中国的一部分 真的是中国在管的 所以非常非常 所以我对香港的朋友 其实蛮难过的 因为我这个战役太难打了 里面这个北京政府 就是直接控制一个 然后北京政府 是在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 恶霸国家 然后习近平和中国 这三十年 最恶霸的一个领导人 OK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么在未来看起来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只能跟香港朋友说 我最近常跟香港年轻朋友 因为也会 我说该怎么办 我说我绝对可能争取到 更多的民主可能在未来几年不容易 但是起码该做的是 捍卫现在已经有了 因为这个都非常困难 就像我刚刚说的 大家都觉得好像很多的 出版自由 新闻自由 或者很多专业团体里面的自由 跟自己 都不断被侵犯的流失 但这个起码是可以 应该是捍卫的 OK 那这个我觉得是 是该做到的事情 但是这个也有很多 我觉得他们做得不够好 譬如说我最近 我以前很少直接批评香港的民间社会 都批评政府 就批评政府很容易嘛 我最近开始批评香港的学术界 可能我发现很多的感受 我觉得香港的学术界 站出来的人太少了 跟台湾不太一样 台湾就80年代 就是学术界蛮多 直接跟社会连结在一起 或者现在 但香港学术界 它有当然非常清淡的 就是专业主义 发表论文啊 所以相对来说 对公共事务 跟社会运动参与 其实是很少的 我甚至还有个朋友 开玩笑说 有遇产运动之后 很多人拿遇产运动 一起论文啊 我不是继续搞这个运动 所以我觉得 那些队的处境是不一样 台湾我觉得 我们相对有很多优势 而且大家在这边 新的一代的朋友们 是很有意识 要去捍卫这个 你刚刚说的 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一觉得太阳花 那些东西 不貌心表面 重要的是大家 是要捍卫 这几年台湾人的价值 和生活方式 这个才是自己的核心 大家愿意听到 他们开发它被流失 我讲一点 因为其实 其实我 三个月我去香港的时候 跟一个朋友 很聪明 就是 因为那个 香港的朋友 对于责物很有興趣 然后也想要 讨论责物 有可能在香港 去办责物 这样做 然后可是我就 因为你刚刚提到民间社会 那 呃 其实我觉得 但是我自己又觉得 因为你讲的民间社会 比较像是台湾 香港的学术圈 那我觉得说 其实我接触到香港的民间社会 NGO的部分 我觉得香港的NGO 又发展 又比台湾 又好 所以 其实才 我觉得可能因为说 他们 比如说香港 在这个过去 不管是工会运动 或其他的民间社会 这个NGO 只是发展 他可能 因为 可能经济上 比台湾早发展 然后所以 呃 提供了比较相对好的一个养分 让这个公民社会 可以做一些 呃 努力 那是不是就变成说 在 比如说我觉得 在 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尤其是在公民意识的上 上面 我觉得其实台湾公民意识 真正比较好 呃 好像还是比台湾强烈一点 这是我自己 比较主观的一些 观察 那 诶 我好像讲太多了 没有 其他问题 要 这边也有疑问 还没有 这边也有疑问 好 对 然后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是还 刚进大学就傻傻 然后就问老师说 诶 老师有没有参加过社会运动 然后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忍识 然后他提到的 第一个人就是你 然后 对 所以今天就这样一本人很开心 好啦 那我要提问几个 就是 那一本不在那边 可以啊 我 还大中文 哦不是 我不知道 就大一国文的时候 对 现在已经不知道 所以 看不过来了 然后 这是 呃 我想要知道 就是就你的观察 你觉得香港人对 呃 像中国来的移民 或是说 呃 东南亚的移工 的一些焦虑 或是态度 会是什么 因为像 呃 海中其实也有很多 不同地方的移民 对 然后尤其像我们这边 就是第一广场 有很多就是东南亚移工 那当然也对 卫台中的就是文化带很多不同的色彩这样子 可是就是 当然是说有些人喜欢这种改变 那有些人会抗击这种改变 那我想知道香港的情况 然后还有一个观察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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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这样一次 我想 我分享 我看过两本书 第一本是美丽岛杂志的复刻版 那美丽岛杂志 它是在 1980 在那时候 台世界 对这几次 1979年 1979年 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但是我觉得这种杂志是 很很厉害的是 它是反外人 是他有意表达 他对台湾民族的渴望 在1979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杂志出来 那后来台湾姐 然后美举画以后 那个陈品书店 他也配出他自己的那个 开幕叫做陈品豪谷 陈品豪谷 他虽然有一部分是在 介绍他的那个 畅销的开幕之内 但是他某一个程度也是像 类似像 号外杂志有些 关于从文化方面的角度去谈 台湾当代有型的一些元素 那我想这两本杂志 他分别是代表台湾政治的一个 开放情跟开放后 那我觉得有一点失落 是因为 曾品豪谷他后来 因为受自己的网络的这个发达 所以他停刊 停刊以后 因为这几年下来 台湾政治的一个设计上 体制设计上的一个缺陷 所以导致 我们现在站出来 要去要求改变自己的声音 被忽略掉 那我想问你 你认为台湾现在的这个环境 需要 需不需要像 号外这样的一个杂志 来给台湾这个新的一个定位 当然这个问题 可能跟您 我朋友刚才问有问题 台湾未来怎么走 可能这个面向不太一样 我想替您 对从出版界影响政治的这个诚命 有什么看法 好 谢谢 你提到这两本杂志 我都非常喜欢 就是说 好读是我觉得过去20年 台湾非常好的一个杂志 就是 的确就是说 跟号外有点点像 它的每一期都是一个很大的专题 完全不同面向 我是觉得非常厉害 那个时候 我是扶着你 是他们的状况去 那美丽岛杂志当然 而且我觉得美丽岛杂志 我最早看到的时候 可能跟你一样 是非常的震撼 还不只是 那个里面是 台湾人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还有我刚刚说 那个思想深度 后面很多党外的杂志 发现很多党外的杂志 其实都可能是 是非常国民党 是挖掘很多腐败黑暗 但美丽岛杂志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 学术性的东西 包括接受第三世纪的政治的发展 包括讨论一些 什么是民族 其实是我那时候 觉得很佩服他们 就是说 有这么多深刻的文章 思想性文章 卖得非常好 可是当它满意那个时代 当它对于一种新的知识 或是说 没有被检验的 没有被检查的知识 的一种渴望 那 回到你说 就是台湾现在该不会需要 我觉得当然应该需要 就是说 不管说是浩漫这样的杂志 我刚刚提到 我自己念之在一致的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的媒体 缺乏这个 思想性的媒体 而且这个可能是好几个层次 不管是它新闻媒体 或者说国化媒体 乃至于说 简单说好的一个 lifestyle媒体 我常常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我讲文化 我们现在不讲政治 政治批判太容易了 讲文化的例子 譬如说 在纽约的时候 纽约时报 不用说 纽约时报 它没有娱乐版 它的文化版 它是art and laser 它文化版的头版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可能 几乎我们所的艺术电影 比如爱琳娜 OK 可能是这样的电影 纽约时报之外 他们有那种情报 像台北沃格 有一个很著名的情报 是叫做 Timeout 他们在圈子里 很多杂志都有 他就去告诉你 这个城市每一周 吃喝玩乐的各种里面 同样在这些杂志里面 它最highlight 最重要的一个电影 也可能是 艾琳娜 但艾琳娜 你在台湾的主流媒体 绝对不会看到它的出现 除非它里面有明星 做了什么八卦的事情 或者在记者会上 做的一个好笑的事情 就会上新闻 OK 那我要讲一些 所以在台湾 我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我们 我会觉得我们媒体 会非常非常弱智 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 唯一青年 比较唯一的跟主流媒体 好像是两个世界 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社会 没有办法被转化 所以独立音乐 其实在年轻人中很活泼 很活跃 但独立音乐的音乐 你也不可能在台湾 那四大报纸 在电视上看到被介绍 被讨论 你看到 讲得更多 比如周杰伦的作品 我觉得都只是被讨论 但是在主流媒体 你也看不到 只有他的八卦 所以很可惜 所以这个社会 跟主流的人 对文化的认识 就只能停留在 报纸给我们的养分上面 这个是我觉得 非常可恋的事情 因为回到纽约时报 他当然会觉得 你情婚介绍的 但他介绍的 EGAGA 所以一定挑战他的作品 那我觉得 那我们主流 你能缺乏这样的文化 和认识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社会 这个主外的社会 对文化 包括多元性 包括他的 深刻性的 一个发展 所以我当然觉得 很希望有 不同的 不管每一报纸 或者是文青杂志 都可以有更多 对于这些 文化也好 生活方式 更深一点 或者是请介绍 你的设计品 这种东西 那你的问题是 我忍忘了 这三秒钟 你为什么忍忘了 你忍忘了 因为 这个问题 可能杨总理会 大概比较适合 对 对 就是我们 我不是那么熟悉 但是我可以 非常非常简单的 其实我觉得 他们长期来 对于那个 你讲一下 对于这个 譬如说 在香港 聘这个家庭帮憂 是非常非常棒的 不像台湾是个严格 所以几乎很多 中南阶级 大家人都有 那这个 我觉得好处是 他们也很习惯 并不会有很普遍的歧视 包括我刚刚提到 战宇这个公共 也是非常非常习惯的事情 我比较 我没有听过 我身边朋友抱怨的事情 但是当然 反过来说 这种 严重的歧视 把他当 把这个帮憂 因为他们的帮憂 因为住在家里面的 当无力的新闻 也是不持有 这有点像 我觉得非常严重的新闻 就是说 也没有歧视 包括虐待 都会有这样出现 所以 原来这个 还是会出现 有其他吗 有没有 还有其他问题 这边很好吃喔 然后 刚刚 你也有问题 哪边 这边 这边 这边一位 他先请你 好 好 我今天 特别人搬来过来 刚刚那个轮胎了 这个是前大辽文 他叫做 他是香港人 他爱台湾 没有 你也很爱香港 没有 没有 我妈 对 对 我没有帮老婆 住 刚好 其实 先讲一下后外 我先有个问题 先问好 就是 因为他 也许不太了解 我不知道 你一开始有没有讲 后外 因为他 毕竟应该算是一个外资的 算是外资的那个主观品 算吧 我们现在 现在香港 现在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状况 就是说 后外 所以有一些空间 是因为他 根本不care 这个中国北京 也许 他可能也有压力 但是 最少被 挡得住 那香港是其他媒体 已经 基本上 全部都收编了 所以 也想说 你大概 稍微讲一下 就是除了 套外之外 还有一些 国外的那些 在香港 有投注的 媒体 就是 可以跟大家 很简单 介绍一下 然后 第二个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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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一个评论 就是 因为 这刚刚有朋友提到说 那个中国的因素 这些中国的因素 很特别的状况 是2012年 2012年 刚好习近平上台 然后梁振英上台 然后马英九连任 这三个 这三个东西 它只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但这三个历史的偶然 就把我害得很惨 也把帖子也害得很惨 对 整个 除了像刚刚铁基讲 习近平如果大家要多了解 一定要多了解 因为现在台湾跟 特别台湾 我觉得 完全不像铁基刚刚讲的 那么乐观 我觉得我现在对台湾 非常的悲观 因为 习近平他的意志 已经完全 大规模的 从 环统到系统 所以 我现在有了 初步的了解 刚刚我们在南部 已经做了非常 非常多的事情 因为我在全大 我非常了解 现在南部的状况 所以最近那个 领全教的状况 其实是反映一部分 所以 现在的状况 非常恶劣 应该是说 我真的非常不乐观 所以 我希望大家 还是可以有一种 非常 处于一个戒备的状况 然后另外一点 就是说 大家 例如 克刚之类的问题 这很明显 它是一个长期的部署 它不是 偶然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 已经运压了好几年 他们两个 从教育 从文化 从南部的电台 已经慢慢都进来了 所以 这个是 这个补充 而且 我可能刚好 对香港本来没有 帖子那种手 我希望 你不在那个地方 是你 这个敏感步骤 你很多 所以 我当时是因为 反夺教的时候 发现 诶 这个 这个很大问题 刚好我们要反望说 这个也是 也是因为 因为我刚刚讲的 那个三个 偶然 出了 它不是偶然 它只是逼然 几乎一变逼然 就是 这因为中共的统战 中共对香港打压 是同步的 对香港跟台湾是同步 那台湾是没有那么明显 但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 我很期待 这边有中学同学嘛 为什么香港会有黄之锋 我们台湾没有这个 台湾的这个 可以愿意走出来 去对抗这个 克刚的事情 12年国家那个克刚 是比香港那个更严重 我个人觉得 所以 简单的 他们两个招呼 我们那个 当然误患位置嘛 所以我对台湾忧心 跟林夏哥 他相反要性 应该是差不多啦 哈哈哈哈 刚刚第二个问题也想 都了解到 我真的没有 没有朋友 下来 好 第二个问题 不好意思 就是差个停 因为刚刚梁老师有提到 就是 中国对于南部 有一些步数 因为我自己也是成大的 学生 所以我还蛮想听听 如果有时间的话 梁老师是不是可以 分享一下他的 那你会受不了 哈哈哈 那私下讲 私下讲的 跟怎么样了 那不好意思 也知道我们这边 我有两个问题 就是如果时间 有限制的话 老师可以选择 怎么回答 这样 就是第一个是 刚刚老师有说 离开号外 有一些外面的 内部因素打压 或是什么的 然后或者是 每一期的号外 都会引起 社会上的一些回响 那我想知道 就是你在做主持 这样的杂志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抓一条线 界定自己是 运动的参与者 还是只是一个 让资讯分享出去的平台 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的 守折之类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刚刚老师有讲到 在台湾其实好像比较缺少 就是行事评论这样子的 纸媒或是平面媒体 可是大概这两年开始 有非常多的网路上面的 评论 评论媒体 譬如说 主席天下 连和的那个UDN 然后或者是 脸书 或是其他的一些 网路的那种平台 其实在上面 有很多时事的写手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台湾并不缺乏 这样子的观察 可是为什么在平面上 比较就是普及 或者是传统的那些媒体上面 并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声音 或是呈现出来 是到底直媒出现了什么事情吗 或者是他真的只是因为 在那个费用上面 或者是经营不易的方式 所以才就选择在网路上面发声 我很慢想知道的 那再把白老师回答 谢谢 文刀第一问题很简单 我不太知道你说 为什么其他外资出的媒体 应该是没有 但是我要讲究 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说 现在香港的媒体 完全是非常严静 那大家知道 香港这个最 反共其次鲜明的是 《苹果日报》 那《苹果日报》 这几年呢 当过去在台湾和香港 它都是商业上的影响力很大 但《苹果日报》 在这几年是非常非常的 跌了很多 OK 最早跌是 比如说中资 因为香港很多中资银行 那这些银行不给 那现在他们很多是 只要在中国有利益的一些 包括外资企业 还是怎么样 就是开始也抽广告 所以《苹果日报》 现在的广告流失很大 那这个是他们可以用的 就是抽你的金跟银根 所以这个事情 对香港媒体 我觉得言论自由 未来都是未知会 会蛮大的利益性化 因为毕竟媒体 要靠这个广告收入 OK 那么就是你的问题是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觉得很想好好回答 第一个问题 剩下我自己 我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OK 因为我常常会有一个困惑 我到底是干嘛的 我觉得我在做 做浩拜之前 我自己曾经这样定位过 因为当时我做不同的事情 我也在台湾几个媒体做过 包括《思新闻》 然后我也自己写东西 然后写东西 我也写音乐 或写政治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 很清楚的一个事情 通常我也做过半岁数研究 我觉得我都是 不是一个客观的 也就是说 我觉得不同的位置 我只常去去 作为我社会介入的方式 我常常用我 比较擅长的工具 思想化的文字介入 我写音乐也是为了 传递某种的社会的想法 OK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 就是说 我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做Holly也是一样 它是有文化的生活 杂志 所以我回到里面 我希望在拜的角色 我也是希望是一种介入 是推广这个理念 也就是说 今天一个运动发生 如果我支持的话 我当然就希望 站在这个女POWER他们角色 去推广去里面 让他们更多人 所以不只是分享平台 分享之后 我们也是用深化 这些议题的讨论嘛 虽然你说社运也是一样 我除了介绍之外 我也都能够 在同时的经营 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 所以这个 我都觉得自己有点 这样不太好 我是个媒体员 但常常又变成一个 好像又变成一个 搞律动的人 可是 对 这个是我自己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将来来的事情 包括我写评论 我觉得我都是很清楚 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写评论 最早期我在台湾媒体 写评论 大概以前也是很多 正在发生的事情 有其他上面的脸书 包括三英部落什么 写的说这样的事情 那另一方面当然 另一方面是报道 一些被压力的声音 不应该从而掩饰 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去 拆解现在的 政治经济学理建构 OK 那么你这个问题 也很有意思 我想讲一下 当然我的观察跟你不太一样 我觉得你拿评论这个部分 你说现在网上有很多 报纸却没有 其实我觉得报纸是有 你看到 我觉得这是数量的差异 因为苹果也很聪明啊 或者是自由时报 也增加一个 新的自由工作 我觉得是找一些 网路写手 那当然因为报纸的版本 并竟只有三篇四篇嘛 所以看起来没有影响 也这么大 也往上这么大 但我觉得真的 超越不在于贫用的部分 而是在于 怎么去做新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 可能我们这方面 我比较传统一点 就觉得你好的新闻 还是应该就去策划 一个专题 比如说上下的新闻 在做的事情 那是个传统事情 你去策划 这个就不是 只是仰赖一个个人努力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 一个公共行动 必须有个公共领域嘛 那这个必须 就是说 那传统的编辑 大家做的是策划的题目 策划包括你的编辑 去写稿 包括你腰稿 那像话外一样 我后来越来越觉得 媒体很重要的是说 我透过一个专题的 建构跟实质 这个东西会有影响力 我相信各位 你有没有看到 最近上下 我发现说 日本小麦附近之路 这个事情 那是个非常完简的策划 就不是说 个人的评论在脸书 或者天下每个一篇 会有影响力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 网络当然现在大家 越来越多 独立媒体在做这个事情 传统媒体没有做 但其实独立媒体 我觉得做的也不太多 真的数出来 很好的新闻策划题目 说实话也不太多 上下我做自己专门的 那天下每个 辅劳网现在也越来越不行 或者我觉得辅劳网 走了很习惯的路 OK 所以 其实网络媒体我想 都有很多的 好像还有一些问题 然后 刚刚提到那个 网络评论的那个部分 其实我会做一点回应 就是说 其实刚刚 其实提到那个 新闻品质的那种东西 我又忽然想到 我们其实这几年 大家要来讨论 霸凌 可是到底哪一家 电子媒体 或哪一家平面的媒体 真正的把霸凌的 这个东西可以深入化的去 告诉大家怎么去思考 没有 大家都在谈表面的东西 所以就 就会变成说 有一些 比如说这种 连圣文也会出来说 他很有感受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种 比如说这种 应该很深刻的 就是应该 必须要被很深刻 去讨论的一些 尤其是在 新闻的时事上面 尤其 他当然有 新闻时事上的价值 那后面的东西 应该去深刻讨论 其实我们社会 并且并没有 就缺白头 那所以我就 比如说这种 事情反映到媒体 他可能就 可能只有人本杂志 会来做这个 专题 然后可能就会 就 变成小众的 或比较特定的媒体 才能做这种 那你就很难看到 或者是电子媒体 你可能只能看到 比如说独立特派言 或者是说 可能甚至是这个 民事议研讨 这种 他才有办法去做这种 深入的 小专题的讨论 不然其实在一般的 新闻事件 也很难看到 有这种 即时性又可以 反映出他的深刻性 这样子 好 然后好像还有一位 两位 麦克风 麦克风 香港人家 其實我想回应一下 刚才那个外景 那样的问题 因为刚好过去这一年 就跟香港的一些互动 也稍微量力切一点点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观赏 我再分享一下 结果其实我刚才 特别就查了一下 就说 香港的一个外景 外景家帮佣的部分 他们的薪资最低水准 其实是4000多港币 所以换算过来 其实跟台湾的一个 薪资水准也差不多 可是他们那样的薪资水准 在那样子的一个 因为他们的生活物价底下 跟台湾相比的话 其实是偏低的 然后等于说 现在的一个香港社会 它的一个 其实资本主义的运作 中文底下 那贫富的一个差距 的一个选速 其实比台湾更严重 然后那种阶级矛盾 其实是更大的 然后等于说 某程度 比如说他把这种 比如说 中低的阶层的一些那种 对于这样的一个 结构上的一个不满 然后转嫁 然后这种外景帮佣的身上 然后等于说 透过他们 在自身阶层的香港社会 对于这样的一个矛盾 在疏解这样的一个压力 那在台湾的话 在台湾的话 等于说我们的一个 外籍 它现在没有党佣 它是堪股 所以变成是一个 在申请上 它并不是一个 全面性的一个开放 对 然后我也特别想回应 这个部分 是因为最近 其实我们农委会 我们农委会 就是那个 台湾农委会 想打算开放 那个农业的那种外劳 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政策 然后就是 一大堆就是 大家还在讨论这个事情 然后包括我们农村里面 很多缺工的 大家就在喊 因为农政提出的就是说 我们不赞成就是 引进外劳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有一些人就讲说 可是你们都没有到 第一进的农村去看 农村真的很缺工 好我要讲的是 农村真的很缺工 然后农村真的就是 年轻人真的很少 然后确实也需要劳动力 可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它是一个表象 然后整个 整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 是为什么农村留不住青年 我们的农业出了什么问题了 把青年没办法回去 这是一个整个政策性 政策面 然后整个整个结构面 要去看待的 就等于说 我们缺乏的不是劳动力 我们台湾 台湾的很多产业 因为缺乏的不是劳动力 是你的一个条件 你的一个产业的发展相关的 怎么这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 然后你不能说 啊现象就好 我这个薪资 你用这么低的一个薪资 你要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劳工 然后好找不到 所以你就说好 那我们就开放 引进外企劳工这件事情 可是这个东西 是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变成你会让整个一个资本 会去容易在这种基础底下去 壮大整个资本 资本阶级的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部分 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些分享 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另外想 想其实请教铁智 或是那个文桃老师的 就是说 欸就是 能不能谈一谈 就是香港跟台湾两地的那一种 公民社会的那一种差异 的一个比较这样子 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是不是 好 那我再限说一下 对 就其实我过去这一年 过去我发现 其实香港的一个公民运动里面 其实他们的光伏值满大 然后我发现就是说 其实那个整个除了中港的一个矛盾之外 他们自己 自己香港 香港人民就是他们左右 左右的一种 一种 哪种之争或所谓的矛盾 对 其实好像尤其在这一次的一个 占领运动 对 好像就整个特别的被凸显出来 这个问不起来 能不能分享一下台湾 来 突然想到我两个问题想问 就是刚刚让听完一轮问题之后 就是 其实因为我去年7月 有去参加那个文艺复兴下落 然后 就是借此才知道一些香港 就是艺文界的东西 然后我有跟一些 就是我后来 就是因为参加队一队 然后是叫我知道的 像自华之类的 在香港办艺文 或者是 我去 后来在香港的时候 有再去文学生活馆 就是我那时候想像是 诶 不过是像台南一样 是那种台湾文学馆这样 然后结果到 就是到了这个地方 真的 就是非常像我今天 就是真的有点傻眼 就是办公室而已 然后 就反而 就是台湾 在香港好像做 关于艺文之类的 不管是 像办号外这样的杂志 还是自发展 就是好像比台湾再更困难一点 不知道铁智老师 你怎么看就是 香港主义文界的发展 就是跟台湾的比较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最近那个朱又羞 就是作家他在 他的Facebook上面 有就是讨论到热血时报 这件事情 就是热血时报 就是 嗯到近期 会post一些 就是比较偏激的言论 就是我觉得就是雨伞运动之后 就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就是我自己跟一些大陆的朋友讨论 他们也说就是香港的一些普罗大众 他们 就是更 就是一般大众的反应 他们好像把很多矛头就指向了 呃 大陆人 或是大陆观光客 这样 然后就有一种 很偏激的民族主义出现 甚至可以说是种族歧视 虽然可能是同个中族这样 所以就 我觉得这点还蛮明显的 然后我也蛮认同 朱又羞说的 就是关于热血时报这些 他们的一些表态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对就是这样 好 你这个问题刚好跟前面阿峰这个问题 是一样的 已经致性了 就是说 可能跟不是每个朋友都清楚 所以我要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香港现在这个 在广运的反对派里面 在雨伞运动之间 过去两年就是出现了一个分点 其实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 2012年初 有一派人 他们称这个 我们简单说叫做反 防派 就是说 就是大陆人是蝗蟲降众资源 所以 那他们就是在蝗蟲上 会有比较激烈的体验 甚至其他这些人 批评大陆人 那他们也反对很多 包括说这个 大陆新民在社会福利上 配备主要跟香港一样阿 那么 像我刚刚提到 还有很多教育事业都在一样 这种问题 是一个关键问题 所以 从大陆新民到自由行的 这些到所谓的水沃客 那么这一派 简单说 他是比较排外的这一派 是非常激烈批诶的 OK 所以可以简单说 他们也在香港 麦洛林被称为右派 或者 本土右派 那 所谓的本土左派 就是说 其实 有一批香港社会的核心人士 呢 当然比较偏左 他们也是更早开始参与社会运动的 像我刚刚提到反高点 但是这一批人 他们对中港行的开法 有点不太一样 他们比较觉得 问题在于这个结构性 在政策性上面 你去骂大陆人没有用 OK 而且他们也觉得说 其实自由行的问题是 大家都讨厌 但是问题在于政策的正层面 那这两派人 右派人一块 在这几年 取得越来大声 因为骂是很容易的事情 去办骂是很容易的 所以因为年轻人觉得 尤其像我刚刚提到 因为中港行是非常真实的 人们确实在生活上 觉得这些水货客很讨厌 影响香港的生活 那这个不满的情绪 就越来越容易被动员起来了 所以各位可能不知道 有没有看到新闻 在前两个月 就是说 这一群所谓的右派 发持一个运动 就是叫光复 我们地方 香港我们地方 比如说上学 就是比较多水货客 就是去那边指责他们 骂他们 滚出去啊 滚出香港啊 那有人说 有点像议和团一样 就是非常 那左派就比较不在乎这个行为 所以你去发那个 没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右派就觉得说 你左派太软弱了 就只在那边吸了一段 然后没什么意义 所以这个左右 我的问道是这样 我觉得香港的左胶 左翼 现在陷入了很大的一个 我认为困境 后一台运动之后 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 他的声音越来越弱了 其实是右胶的声音 右派的声音越来越 越来越大 那左派我觉得的确有问题 是他们没有好办法 去回应中央王 因为中央王是非常真实的 可是他们不太把他 或者他们找不到 另外一种回应的方法 我觉得是 是有这个困难的 他们其实也知道 他们也知道 右派的方法做法和同业 也觉得说 不能够以自己的大乱骂 去解决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们 找不到那个方向 所以越来越失去了群众 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蛮 他们自己都知道 是有一个困境在这边 那大家大家都担心 这个越来越弱化 就会让香港好像不理性的声音 越来越大 OK 那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化 我觉得很难比较 我不觉得台湾真的比较好 你说这台湾 我办个纯文学杂志 就可以比较活得下去 不是 志华跟台湾的硬核 都是要靠政府母亲的说实话 OK 但是我觉得还是问题 我自己觉得问题 在我刚刚说的 还是在于空间问题 就是低产办法问题 台湾那也是 但是相对来 都比香港是好得多了 所以这种 在过去十年 我相信台湾那种 像好办法 这里很多新的地方 这种另类的艺文空间 它做公共沙龙 作为文化产业 这些民间自主的力量 对于台湾这十年 我觉得 年轻的文化运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香港这个机会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都 我们都报道了一些 但是相对来说很少 就像你说的 不管什么被收完 或者其他的 可以做活动的地方 我现在香港 我要办演讲 都觉得很困难 都不知道去哪里办 甚至比较好的 OK 那这个是 我觉得是 两地文化 文化剧 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别 就是文化路的人都有 而且香港当中有很多 我画的民间装作人 在那边 巧克力的工作人 在那边 但是相对来说 机会就比较少了 最后我想讲一下 最后 还要帮我买 这个杂志 不是我带来的 不是我来卖杂志的 OK 这个是台中的新手书店 他们自己拿过来卖的 那 我是蛮希望大家可以买 另一方面当然 因为这是谎杂志 OK 另一方面新手其实蛮辛苦 今天他比较他很惨 更况我觉得 我佩服老板 还没有我心 每一个五十块 都捐给这个哲武 那 而且 大家可以敬意 因为再也不会有 张点子 好不好 可以敬意一下 那我觉得这个是 绝法就对了 对 可是我觉得感觉是说 像新小说的跟哲武 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大家作为 同样的那种 另类独立的空间 这种结封的知识 是我觉得最可贵的事情 那今天很高兴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也很高兴有机会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也很高兴有机会 那 那我必须要把这个时间 先在这里做个结束 下个礼拜 等一下 下礼拜五月一号 大家知道什么日子吗 劳动节 五月一号 那礼拜五 劳动节 下礼拜五 我们在台中的折五 就要谈一场有关于 劳动意识的问题 那我们邀请到是什么 就是 基层护理师公会 大家都知道护士 护理师 其实他们也面临了一些 劳动上的条件的一些问题 血汗 一样 那当然在座如果有上班主 应该也觉得自己平常也很血汗 通常没有人会说我不血汗 那欢迎大家下礼拜五一劳动节的时候 同样一个时间 7点半来到12五 然后来参加这一场 就是基层护理师公会的 这个他们的一个分享 然后你也可以来谈谈说 你自己面临了哪些问题 我们可以在现场有些很好的 集团 或讨论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活动先到这边 那待会我还是要继续 继续卖书 因为我不想要 叫那个新手书店的老板 把这个号外展都带出去 但带回去 这里大概有十几本 大概二十本左右 所以大家要买要换 两百五十元一本 但是我剩下唯一这一本 三百三 这是绝版的 那今天活动先到这边 这可以预告 就是新手 因为明天下午 我们在新手另外一个活动 就是我在新手书店 会跟东海书院的老板 一两 会聊音乐 纯粹聊我们喜欢的音乐 当然也是打书 我自己的新鞋 所以 而且新手书店刚开幕嘛 重新开幕 所以欢迎大家来 几点 三点 下午三点 那另外有朋友 刚刚说有follow我的IG OK Instagram 所以有新鞋人可以follow 是soutcure soutcure 那大家也可以 而且我第一次做这个事情 也可以 关注我的脸书 脸书开放公共订阅 OK 这是我的本名 可以直接follow 可以直接公开订阅 按 按like 按关注 你这是粉丝页吗 我没有粉丝页 那就是follow follow 推特呢 蛤 推特 推特跟instagram一样 是soutcure 就是soutcure 好 OK 好 那如果那个号外杂志卖完 我现在真的一整个工商服务时间 哦 对我们还有这本 未曾出版社贊助给折舞台中的 鸳鱼人生 我们迟早有个天会来谈一下鸳鱼人生 一本也是250 好 那原子 蠢鸳鱼人 好 那个先这样 你这个是要 送的好饭 要送的 送好饭 OK 好 那我们今天活动先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那大家离开的时候如果折叠影片 帮我们稍微折一下 然后反正稍微收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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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